哈囉大家好我是PF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傳說中的滿版金劍吧 其實聖劍一直要拍啦 不過聖劍的調整只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拍呢 就是只能在PVE拍 因為PVP用出這個東西的話 很像也感覺不出來 好啦那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吧 那我們用的隊伍非常非常的簡單啦 就是交換雪球 然後呢聖劍跟咱們的月亮 然後再搭配一個小丑 其實如果真的要換的話呢 小丑還可以給他拿掉 我們可以再來多補一顆骰子 當作剪頭的骰子 但是呢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來給他感受一下 滿版聖劍的狀況就好了 所以我這邊還給他搭配的小丑 所以說這一隊呢 只會更強不會更弱 有一點可惜啦 對在這個版本出來之前 我應該就要馬上拍出一個滿版金劍 先拍一個之前的版本 再拍一個之後的版本 但是沒辦法時間來不及 我去拍其他東西了 對導致就這麼絕版了 你知道嗎就再也拍不出來了 因為是不可能改回去了嘛 對不對沒有辦法再看出金劍沒有聖劍的樣子 聖劍戳戳下去的血量 雖然說很兇殘沒有錯 但是呢 最後那一點點的血量還是沒有辦法 那一點點的血量到底是多少呢 我們先簡單的算一下啦 我們這邊呢 總共會有9把聖劍 然後每一把聖劍裡面總共有 每一把聖劍裡面7型嘛對不對 所以7963總共是63把聖劍 63把聖劍的話戳下去 我現在是12等聖劍啦 我戳一下呢是來到了4.5% 當然13等14等 每一等會多0.5% 那個上去又不太一樣了 那我們剩餘血量呢戳下去 會只剩下6.3% 所以說按照平常的樣子 我們只剩下6.3%血量 還要去把它處理掉的話 只能靠聖劍本身的傷害 那基本上不太可能 對到後面啦 前期的話當然OK嘛對不對 前期我這邊升滿的話 我聖劍是可以來到加160 我可以到270滴 再加上月亮的攻速 再加上暴擊 其實戳下去還是蠻噁心的啦 可是要知道這個遊戲的 怪物的血量都是幾百億幾千億在跳的 欸對 所以那個幾萬滴比起來 根本就沒有什麼 所以剩下6.3怎麼辦呢 沒錯這次改版就可以處理掉了 完完全全交給原本的聖劍來處理就好了 哇 這個改版真心覺得不錯 我覺得應該早就應該這樣啦 咱們的天上 咱們的勇者 聖劍勇者終於又再來給他進化了一波 好啦那我們的玩法很簡單啦 我還是優先的呢 先把我的交換先給他拉到七星 因為交換拉到七星的話 就可以提早的來準備我們的七星天上聖劍 對他叫做天上聖劍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到殺滿了再去弄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來不及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呢 對面用的是招轉殺而已 當然你要用的話還是倒轉殺比較 但是招轉殺比較無腦 而且前期就可以起來 那這個隊伍都用倒轉殺的話 可能十五關那邊會有一點點的問題 簡單說可能要多花一些錢 好啦那我們這邊弄出了一個七星交換之後呢 就可以來開始準備了 如果今天他殺到七星聖劍 或是任何七星的骰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放在那邊 給他去被射到 被射到的話就有機率變成聖劍 好啦我個人覺得他在改版之後 會不會也像是地雷一樣 因為我個人覺得 趴數去改變骰子的特性 這個東西不是很好玩 對就像紅雷跟聖劍一樣 就覺得還好 可是像地雷改的那樣就可以 那我希望聖劍也可以換個方式 就不要再用 欸有機會變成另外一顆骰子 那感覺有點弱弱的 來我們再繼續給他加速一下唄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已經殺到了滿版七星 在第62回合的時候 用上了光靈鏡 那那其實講一講 其實導轉殺真的很過分 對啊我們用招轉殺 然後還用了光靈鏡的地圖 到了61回才可以 但是導轉殺不需要光靈鏡的地圖 就可以差不多的回合數 而且錢還更多 可以看到我現在錢有到17萬 因為兩邊的錢是一樣的啦對不對 所以對面大概是也花到了17萬 把我殺到滿滿滿七星 但是這樣還不夠 沒錯 我們現在呢 我已經很早就把交換給他升上去了 但是可能運氣沒有很好的關係啦 才只有三顆金劍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呢 每一發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要玩這個隊伍 還是導轉殺會比較適合一些些啦 來我們就直接給他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好最後呢 最後我們在第70回合的時候 給他殺到了滿版星 從60回合殺滿七星 到70回合變成滿版金 欸可是這個時候也有可能會碎到一個爆災 因為畢竟是機率有女 我有忘記他是說15%還是7% 而且這個%數是不是曾經有改動過 好啦不管怎麼樣啦 我覺得這個%數可以越改越高啦 你剛才改成50%我覺得都開心啦 哈哈哈 或是啦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聖劍的特性完全翻轉過來有沒有 我今天我要金劍才有主動戳下去的效果 本身聖劍就有天上聖劍的效果的話 他在PVP裡面我覺得就可以用了 因為他現在這個效果其實在PVP裡面還是不能用 因為我還是需要金劍啦對不對 可是金劍出來的機率又這麼這麼的低 所以我還是覺得不是很好啦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擺了一個非常舒服的對稱的隊伍 但是等一下不會是這個隊伍啦 因為畢竟這樣有點小你知道嗎 交換放在左上角 幹什麼呢你說是不是 好啦 那我們這個地方就可以直接完完全全的掛機了 你知道嗎 不用再做任何事情 然後其實我一開始會覺得 這個隊伍可能很爛吧 大概就到140幾回合而已 因為畢竟我就只是多一個金劍能多強對不對 但是我們竟然到了200多回合 好啦 但是硬要說啦 他還是只有100多回合的強度啦 來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唄 好這邊可以到149回來給他感受一下 第一王是史萊姆 第二王是咱們的魔術師 魔術師其實已經會放技能了 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後面 只要遇到史萊姆的惡王會搞事 就已經是完完全全沒救了 但是呢 在沒有史萊姆的情況 變成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來我們這邊再給他往後跳一下 要知道啦 對他的極限 他的最低限度就是149 那我們來慢慢的往上看一下唄 好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日月烈雪的極限 177回合 第一王是轉王第二王是封王 結果還不會被封 我這個時候其實跟藍劍是一樣的你知道嗎 對看起來很像是金劍的效果對不對 我們之後再拍一隻純藍劍 就是之前拍過的版本 其實是一樣的 對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有金劍會再更穩定一些些 因為畢竟王的血量被我這63把金劍 戳下去的話呢 只會剩下6.3% 而且呢我的金劍還不是同時戳下去的喔 對他還是分批分批戳下去的 分批分批戳的話 我覺得會比一起戳下去還要來的香 反正不管怎麼樣啦 只要你戳得夠多我覺得都算香 好啦我們再給他看一下178回合的王 會不會放我技能 178是咱們的魔術師跟後面的瘋王 也不會 好啦沒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就再給他往後跳一下唄 好那我們這邊用兩倍數的方式 來給他看一下第257回合 沒錯我們到了這個回合數 還沒有任何的史萊姆後面的惡王在搞我 那這時候呢兩隻史萊姆其實也不會是問題 你知道嗎 直接給他慢慢打就可以了 畢竟有雪球在那邊還數嘛 多一個雪球我覺得還是香的啦 因為畢竟雪球可以定住王放技能的時間 而這個時候呢 聖劍可以多戳幾發 那個傷害就差非常非常多個零了 你知道嗎 好現在259回合後面是轉 後面是瘋王 還沒有任何的事情喔 對還沒有任何事情 是惡王會即時放劍的事情 我還是活著 就代表說 他其實只要沒有史萊姆的話 他是可以穩定到260回合的 那如果當初只有一隻王 我又是這個隊伍的話呢 可能就不只是260回合 你知道嗎 好現在惡王是轉王 也還是活生生的給他過去 真的是太噁心了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這支影片拍的有一點過久了 我們的想說就一點點而已 大概就是140幾 170幾就要爆掉了 結果呢 沒有想到我們第一次拍天上聖劍 九把的情況就給他拍到了極限 是真正正正的極限 現在是惡王是獅子 還沒有任何問題 為什麼說真正正正的極限呢 因為這個時候呢 連惡王的轉王都放技能了 就代表說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硬要講還是可以啦 就是你聖劍的你就衰嘛對不對 剛好那一波聖劍你戳的少 對也是有這個可能 可以再過去 可是我覺得就是那麼一點點的 已經是靠機率在玩了 好現在第一王是瘋王沒有關係 第二王是史萊姆呢 也沒有任何的關係 我們慢慢戳就可以把王給他戳死了 我不知道這個時候重新登出遊戲的話 會不會全部再跳一次 就是全部一起跳 因為我覺得全部一起跳會比較帥啊 那分開跳感覺有一點點不舒服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一口氣六三把聖劍 那個聲音應該是會非常帥 我覺得這個 這一支影片 我也會給他放到那個副頻道去 給大家看一下ASMR的聲音 那個聲音呢 真的是有一點吵 我錄這種影片的時候 通常都是把聲音給他關起來啦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把聲音放在小小的放在後面 因為畢竟我沒有人生在裡面 好現在剛剛那邊還是給他過去了267回合的轉王 那我們來看一下269回合的魔術師 一王的話沒問題 二王是轉王極限了 269回合應該就是目前狀況的極限 如果未來有13劍的話呢 我們再去13月13劍的狀況 這個時候我覺得月亮或多或少有一點點差別 然後被這一波過去之後呢 因為我剛好還在啦 所以呢我還來給他調整了一下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270回合會不會因為少了幾把聖劍的關係 我們的王后不會被放技能嗎 不會 其實畢王還不會被放技能 有沒有注意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我只要這幾把聖劍 我還少了3把喔 現在我場上只有6把聖劍而已 我6把聖劍配上雪球配上月亮的情況下 而且只有一把金劍喔 就可以把畢王給打死 所以 為什麼沒有畢王的失敗 能不能再出一個賢童模式簡單版 媽的我打爆 呵哈哈哈哈 你就讓我掛機嘛 我一天可以掛個8個小時 我就掛在那邊 媽的多香喔 睡覺起來 喔每天就是這樣就好啦 你就給我一王 然後我就用這個隊伍可以打到天王地老 你知道 好啦我們現在這邊呢還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只要是惡王會來王完全就高 但是惡王沒事的話我就沒事 然後呢如果這個遊戲王出的越多的話 我就會越香 因為畢竟現在會高我的王 只有轉王跟失王 除非未來出的王呢 跟轉王跟失王一樣的積分 不然的話呢應該會更香 因為畢竟我們的基數變大了嘛對不對 好接下來呢是魔術師 魔術的話我應該拿去閃的 結果呢 對沒錯 我人應該不在了 然後就給他被撞到吧 反正我們少了一把劍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剩下五把聖劍 還有沒有機會把畢王給他活生生打假的呢 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吧 現在是276回合 等一下是咱們的重力王 其實我們也不怕重力王啦 現在怕的都是惡王了 來五把聖劍的情況下 有沒有把畢王給八甲 其實我覺得 邪同模式簡單版或許是不錯啦 277回合畢王 誒 畢王很像你是 誒 我看不太出來啊 反正無所謂啦 誰會用這個方式去打呢對不對 好啦277回合這邊被吼了一下 其實已經有點危險了 但是我的 吃到 聖劍的月亮都還是七星 只有一個變六星啦 那個就拿掉了 所以代表說我現在場上剩下四把 而且四把的話呢 只剩下 還少了三星 7 4 28 掃3 是25星的聖劍在打而已 畢王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已經有問題了 然後他又給我把我的聖劍弄掉兩把 我現在聖劍了 只剩下13把聖劍在打了 那個七星 上面那個七星就不要算囉 對我們只算吃到月亮的 吃到七星月的就好了 主要有今天14月啦 六星的也可以算 但是沒有的話就不要算他了 好現在是第二十 280回合 最後最後的掙扎了 這個時候小兵也不會是問題啦 哇 我好期待 如果未來有那個簡單版就好了 呵呵呵 這個遊戲很像目前沒有這樣 如果要簡單版 然後但是背數要下降的話 說不定我願意為了這個下降背數去打一下 你知道嗎 281回合最後了吧 這邊也被封鎖了 但是我的聖劍剩下一把六星的在打 一把六星的在打 還有沒有那個機會 小兵不是問題 但是王的話呢 這隻蛇王行不行 可以他的零一直在撿 但是不夠 一把真的是不夠 一把削一個零 真的是太久太久了 好啦我們最後打到281回合 1016張卡片 我個人覺得還可以再給他玩一下其他版本 我記得之前PO過一個穩定版本的 是咱們的日月不是日月啦 劍月陰陽然後配上 不是陰陽剛好講錯 劍月居然後再配上一個雪 這應該算是這個隊伍可以打到最遠最遠的方式 就是穩定啦 不能說穩不能說最遠 最遠的話應該是這個玩法 但是呢穩定的話應該是另外一個玩法 好啦沒關係 而且這次都多了聖劍 說不定那個穩定有沒有辦法比281回合還要來的高 好啦沒關係我們就最後再說吧 那今天影片就快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